我们读大学正式法医年零音本 第365页 俘虏先佛圣寻一贯之道 恩师子寻有道才知用意去贯 有的才看得见风范 讲到一贯大道就是你们的言行要一贯 你们在人前人后 你要前后一贯 看得见的地方是这个样子 看不见的地方还是这个样子 动静要一贯 不是静的时候非常相信自己 动的时候就六神就乱纷纷的 整个动静也要一贯 人道跟天道也要天人一贯 修道不是只有天道 人道一定要做好 你们身为天上的上天的办事人员 要能够尊前提后 要能够前后一贯 你真正在人前在人后也是条例一贯 这个尊前提后也才是前后能够一贯 上面的点传师这么做 后面的道琴你也引导他们任理去做 你是在点传师与道琴中间要乘上起下 道琴也要一贯 修行神不只是要度人还要爱物 亲口就是爱物 所以人物要一贯 到末后不度受孕的时候 要天下一贯 天不言地不渝 就是要靠你们来解报 你们要有始有终 真的去做始终一贯 这样你们才能真正的与道相契合 你们的身 你们的心 身心一贯 如叫应运 先佛圣精神 踏着圣人的脚步 留下半道精神 如叫应运 先从每一个人修心心开始 受一点苦 毁谤 任劳任怨 才是你体会到位的开始 约是夜深人静 万物极尽中 静即才能生妙意 你们修道半道 以现在的时机 是上天给你们的始运 要把握这个始运 来创下永恒的光辉 半道是人 是是 顺天以顺天则生逆天者亡 这是亘古以来 长存的真理 现今是以儒教应运 要把道落实在每一个人身上 当众生见不到佛菩萨灵坛的时候 能在你们身上感觉到有道位 有圣人的举止 有闲人的风范 有菩萨的精神 有佛的慈悲 那你们能够射受它 如果在你们身上都找不到这些优点 那么有一天 我一世若没有灵坛来人间 你们怎么办呢 众生难道就因为这样子断送了吗 你们是佛 你们是菩萨 也是佛 也是行人 也是圣人 老实所希望的是 佛菩萨圣贤的精神 在你们的身上显现 让众生见到你 就好像见到了圣贤 见到了菩萨 见到了佛一样 好比在他受难时候 能够见到阳光一般 及时滋润他的心 所以修办的人 每一个脚步都要留下一个深刻的脚步 踏实的脚步 而这个步驢 这个步伐 是要引导后面千千万万的众生 来跟着你们的脚步往前走 好比孔老夫子留下一身半岛的精神 那就是留下他的脚步 从外表看起来是文字的般若 但是在所有文字当中 每句话都涵盖着道 都代表道的精神 代表他们一生修行的奉范 你学到了吗 平日不读四书 会有四书 天天体会四书 醒住坐卧 有道 平日读四书吗 不读圣贤之书 哪能体会圣贤之志 不读圣贤之书 哪能体会圣人之心 不读圣贤之书 哪能按帮定国 所以修办不读四书 你们将会输了死养 第一出口无章 第二出世无方 第三以表无章 第十生命无光 如果你们能读完四书 能够体会圣人之心 圣人之志 圣人救世的精神 那么你们的生命 将会发泛光芒 如果你们能够了解 孔老夫子一生不道的精神 那么你们出世一定有方 谈吐一定是温文儒雅 如果你们能够学得 孔老夫子 其中的一样 那么在行著作我当中就到 敬中兄妙会 本身就是佛 用大爱搭天桥 让众生安稳过 读圣们 你们本身就是神 就是佛 一二三四 因为你们本身不能安定 只因你们有诸多的预念 所以当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们就不能安静 妙智慧也就不能显现 妙智慧不能显现 所以就没有答案 不晓得怎么做 才对 我也是今日灵产最大的愿望 是希望图 日后能够发挥 闲人的作风 圣人的行为 菩萨的慈悲 佛的作为 让众生见到你们 就好像见到诸佛菩萨一样 也见识你们 感觉这个大道 希望你们对每一个众生 时时都给予爱 伸出援手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不灰心 搭一条最筋骨的桥 让每一个众生 都能安安永远地踏过 以老师的心为心 不会自困 多读尽训 行出圣贤精神 电传师要常常去回想 常常静下来思考 我今天说的话 是不是秉承着老师的心 我今天所做的事 如果是老师来处理 老师会怎么处理 我今天对待这个人 如果是老师 他会怎么对待这个人 我今天做这个事 如果是老师先佛 他会怎么做 如果不懂 多看圣贤先佛 留下来给你们的东西 里面全都是圣贤精神 主师最怕其人心 其人心还不自觉 那就变成一个绊脚石 以先佛为精神 为己愿 的精神为己愿 如果你说 哎呀 我才能只有一项 其他不行 没关系 每个人都秉持先佛的精神 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遇到困境的时候 困在其中的时候 想想古圣先贤 看看出翻翻经典 总会找到答案 困境不会是永远 也只有自己心困 才会把自己困住 明白吗 讲道要讲白羊道 不要唱独角戏 讲经要讲百孝经 不离四处五经 道理是妙 不是像佛经几个字 就可以讲完了 讲咱们白羊的大道理 讲天道的道理 一个佛陀不够讲 所以才需要这么多人讲 一个人 一二三四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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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